这台车是吉利银河新建器 关于这台车 一个最大的卖点就是 全新一代的雷神电魂系统 如果说你看过资料的话 会发现在这个系统当中 有两个不同的分支 一个是EMP 一个是EMI 有没有感觉非常的熟悉 它就是冲着比亚迪的DM去的 如果说是EMP的话 是双电机再加上三档的DHT 在某一些车型上 甚至再给你放一个P4的电机 来保证最大的性能的输出 那如果说是EMI的话 也就是这台新建器 它首次搭载的这样一个技术 PE加P3加上一个单档的DHT 这样的构型 所以说主要解决的 就是能耗的表现 对于这台车 就两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这台车在亏电的情况下 能耗表现到底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在亏电之后 它的动态的表现怎么样 会不会出现失速的现象 所以废话不多说 开起来 那现在测试的条件 就是在能量回收 调到了低 剩下的驾驶模式就智能 空调就是一个22 23这样的两档风 乘坐的人数就是两人 当然更关键的是 现在的电量是29% 其实还稍微有一点点电 然后油量是100%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总续航里程显示是1272公里 所以说这个车 如果是满油满电的话 是超过了1400公里 这个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所以接下来跑一跑 那你预计你能跑得多 按照我这个黄金右车3.2以内 你要跑到3.0 请你放开 没问题 我跑到3以内啊 全新一代的雷神电魂这套系统 其实有两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的抢眼的 首先第一个数据 就是它的发动机热效率 已经达到了46.5% 要知道之前最高的市面上量产的发动机热效率最高是谁呢 就比亚迪 46.06 但现在这个风口已经被吉利抢过来了 当然要注意的是 现代的发动机热效率也已经量产了 第一台车用的就是这台新电器啊 第二点就是它的发动机呢 是用的1.5升自然吸气的这样一个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82千瓦 最大扭矩是136牛米 其实我们可以横向去对比第五代的DM技术 它的发动机呢 74千瓦126牛米 所以说这个数据一下就能显示出来这两个品牌 在做混动车的性格上的差异啊 比如说比亚迪现在它是更多想要把它的发动机 去摆脱它的依赖 把更多的压力去给到它的电池和电机 这样子的话就是无限发挥它的电感 然后尽可能去降低它的这种发动机的一个参与程度啊 但是吉利这边并不是 它呢依旧是让它的动力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冗余 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还可以再横向对比一下谁呢 以前的大众EA211的这个发动机 同样是1.5升自然吸气 83千瓦扭矩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要注意的是吉利这一套呢 它是一个混动专用的发动机 它需要考量它的热效率 它需要考量它在发动机直驱的时候 它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热效率的区间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这套发动机做出这样一个数据 我觉得还是非常难得的 那也就意味着说 现在吉利和比亚迪其实性格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说他们都是P1加P3加上单档的DST 但是呢吉利这边它还是一个 以动力性为底色的这么一个性格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保证它的能耗和经济性 即便说现在我们的时速是在67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给较油 它的动力性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哪怕说是时速保持在100公里左右 再去急速的时候也是OK的 按照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啊 就是动力性是它的一个基础的底色 在这个情况下去通过各种的硬件软件 去降低它的一个能耗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去降低混动的一个能耗 无非就是两个方面吧 第一个就是发动机 去提升它的热效率 去让它的热量损失降低到最低 那发动机的技术 其实不管是吉利也好 比亚迪也好 它们在硬件层面都是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第二点 它还是需要配合电机的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电机这块也去 相应的提升它的经济性或者说效率 比如说使用碳化硅 那吉利现在新电器用的 就是一个碳化硅的一个电机的模块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它的一个效率 包括说降低整个电机电驱这一块的一个重量 所以说让整台车的重量 也都能降低下来 去提升它的一个能耗的表现 那这台车它的电驱这一块的效率 已经达到了92.5% 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功 另外呢就牵扯到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它的电机的一个数据 160千瓦 262.0 说实话就发动机的数据已经比较高了 现在电机的数据也比较高 所以加起来就是 还是刚刚我说的那句话 它的性格底色就依旧是一个 以动力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性格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 通过各种软硬件去降低它的能耗 还有呢就是这台车 实际上我们拿到这个版本 最终的纯电续航是能够达到120公里 当然最关键是它的重量现在是降低了的 大概也就是不到1.8吨 但是比亚迪的送还是说送L都是在1.8吨以上 别看就只是这么一个重量的差距 其实背后牵扯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它的整个架构的降低重量也好 还是说它的这个电机的降低重量 还是发动机的降低重量等等等等 综合起来让这台车重量降低 重量降低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耗可以做的更低一些 同时呢对于它的底盘的这种表现 包括说底盘的标定的压力也会降低很多 所以这台车依旧是极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底盘的素质表现 那这点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区分于市面上大多数的 这种混动车或者新的人车的 OK宝们现在我们已经跑了101.9公里啊 现在的数据平均油耗就是两升电耗1.1 有一个问题是你看它现在我们即便是在制动模式下面 即便也开了强制的保电保电的最低就是30% 但它还会有这种纯电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它有一个能量管理的系统 这个系统呢比如说当你开启导航的时候 它会看你这个导航 你的终点附近有充电桩 或者说充电条件比较便利的时候 它就不再去让你的电去进行个强制保电 因为它知道OK你没有问题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充电补能了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会更加的松敏更加的智能一些 而不是说需要你强制的非常做一个精准的策略 去布置它的这个能耗啊保电啊等等等等 那最终呢新建7给我的感觉 或者说印象还是非常非常令人诧异的 因为这个数据确实是出乎意料 2.6升是我平均跑下来的一个亏电的油耗 然后在整个的测试过程当中呢 我主要关注三个不同的点 第一个是动力 第二个是能耗 第三个就是NVH 关于动力层面呢 这台车不管是它的发动机的数据储备也好 还是说电机也好 这两个数据加起来让这个车它的动力 获得了很大的冗余量 这个冗余量就让这台车在亏电的情况下 它的动力一致性会有一些保证 它的硬件配置带给这台车的一个动力上的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说之前再说嘛 这台车它的整个底层的性格色彩就是一个以性能为主的 但是呢毕竟是EMI嘛 涉及到第二个问题能耗 能耗2.6升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跑的时候时时刻刻是关注着它能耗曲线去的 会发现什么呢 非常多变是吧 也就是说它的能量管理系统在时时刻刻的关注你的油门 关注的路况 当它觉得这个地方可能需要一些补电的时候 那它的发动机就会介入 然后如果说是纯电的状态的话 它就会以纯电的方式去行驶 最大程度的去把你的路况 把每一公里去给你铺西开 这样来获得一个最大的能耗经济性的一个表现 但是呢 如果说你把这个曲线放平缓或者说放长线来看的话 它又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不会说出现太突兀的忽高忽低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就意味着它的能耗的表现的一致性做的是比较不错的 那好第三个NVH 这台车即便在亏电的情况下 你当然是能够感觉到它发动机介入了 但是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一点点的震动 一点点的发动机输入的声音就OK了 所以说这台车在这三方面 核心的三方面表现上面我觉得做的非常好 然后呢 就是它的底盘 毕竟是一个GA的架构 也是吉利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一个底盘的标定的特性 就是让这个车它的在垂向方面的表现吧 很舒适 当然也保留了一些韧性 这台车我觉得综合性做的非常全面的一个非常好的点 那最后呢就是吉利银河呢 现在有P1加P3加单档DHT这样的一个技术储备 当然之后呢 银河L6和L7也都会上这样的技术 再往之后呢 你像在整个吉利集团 它又有EMP这样的技术储备 所以说你要性能OK能够提供给你 然后你要能耗也能够提供给你 所以说是一个储备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品牌 所以接下来 我觉得比亚迪是非常头疼的 因为不管是吉利也好 还是长安奇瑞也好 现在都开始瞄着它去攻打它 所以大家觉得有戏吗 那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车多少钱你会感兴趣